哈喽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这个哈尔滨机场 然后下了飞机出了站口 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站口 但是围了比较多的这个年轻人 有很多女孩子在这 可能是有什么明星或者说网红要到这边来了吧 然后我们刚才呢买了一个去市区的大巴车票 20元 三块钱直接到中央大街是吧 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温度啊 在哈尔滨的这个温度呢 是20温20摄氏度 然后外边呢有点下雨 下了小雨温度比较低 那这个温度要比三亚的话是低15到16度这样 因为三亚的温度是3536 它的一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我们就是下了飞机之后呢 感觉这个温度上是比较舒适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呢我们去乘坐大巴子 你好 这个放下边是吗 中央大街 坐到哪里 坐到后面 那朋友们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大巴上 然后前往市区中央大街那边 然后在网上呢订了一个酒店 从这边呢坐大巴 查了一下 就是 不自驾 然后大概是需要40分钟 才能到达那个酒店那边 但是坐大巴的话 可能会慢一点 得一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呢是正在路上 后边呢到那边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中央大街的一个晚上的这种夜景情况 那朋友们我们现在是下了大巴 然后去酒店办理入住 完了之后再去找地方吃点东西是吧 那欢子在网上呢 也问了一下大家说 到哈尔比有什么推荐好吃的地方 有的给推荐锅包肉是吧 有的还说到鹅餐馆去吃鹅餐 我们办完入住了 待会看看研究一下吧 好吧 然后吃什么好吃的 走 我们刚才从那边走过来了 然后要从这条街走到对面 走下去 是酒店在的地方 你好 对 王欢 这有个机器人 自己充电去了 刚刚刚刚说冲上电 然后我们上个楼 自动的 240块的房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还有个小冰柜 我饿得不行了 要吃饭 那刚才朋友推荐了一下 去中央大街那边吃鹅餐 西式餐馆 里边呢 说是挺不错 而且呢 有一个是说近百年历史的老店吧 我们到那去研究研究 看一下朋友们 体验一下鹅餐 欢子也是第一次到东北 到哈尔滨来 那当然我们下一站要去五大连池 然后到那边去给大家分享这种包吃住的避暑的地方 我们在哈尔滨这边呢 是临时在这边来体验一下 吃完饭的话 我们会去中央大街那边去拍一下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 听说这个地方呢 是包含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这种建筑 包括有什么欧式的是吧 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 听说是这样 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走现在去吃饭朋友们 哈尔滨下雨了朋友们 现在呢是晚上的 9点49分 然后我们在街头 我在酒店呢借来把伞 现在呢去餐厅里边 就去吃那个鹅餐 西餐 走开吧 现在往这边出发 温度的话 体感温度应该在21 2这样吧 但是预报温度说是20度这样 但是也没有那么冷吧 我觉得还好 可能是我刚从三亚过来是吧 还觉得这个温度非常舒服呀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街景是吧 前面那个时间说错了 是19点不是9点啊 也就是晚上的7点50多分 现在 然后下雨了 有网友也跟欢子说 今年5月份以来是吧 就是哈尔滨这边 可以说东北居多数地区 都是阴雨连绵嘛 雨水比较多 然后我们 呃 今天来也正好赶上下雨的 这个状况 我们是在哈尔滨市 这个叫什么 道里区是吧 道里区这边 然后 想必这个位置是属于中央大街的 一部分了吗 晚上人 还行是吧 我们到这里边来 吃个饭 哇 我去那儿的 哎呀 走 来来 进去 一位 这是啥呀 必须配戴口罩 嗯 好了 这个沙发那么低 你们 那个 那个 那个招牌是 什么 对对 那个 那个罐的 这叫什么来着 有罐牛 罐羊 罐家罐马上 我看看 这个罐门牛肉是吧 罐门牛肉 羊肉 虾仁 嗯 来个牛肉吧 然后有一个什么什么汤是吧 红菜汤 啊 红菜汤 来一个吧 尝一下 嗯 煮菜 汤 清菜 沙拉 有吗 嗯 有 蔬菜 蔬菜 水果 我看一下 水果 沙拉 水果 水果都有 什么水果 嗯 香蕉 里 还没刮着 呃 那行 来个水果吧 水果 沙拉 嗯 行 先要这么多吧 煮食呢 面包 煮食 煮食 来半份 一份 面包 那行 来这个半份吧 啊 来半份 喝点银品 银品 先等等再说吧 我害怕我一个人 吃不完了 一份 灌个牛肉 一份红菜汤 一份水果 沙拉 半份 面包 嗯 炒的 明天也没吃了 它好像是说是九点钟呃停止营业 然后现在呢整个餐厅来看人不是太多 它对面是一枚是一面镜子 然后整个这个应该楼上还有面积还是不小的 啊 我们点了一个牛肉红菜汤一份 然后面包半份 一个水果沙拉 这是面包上来了 这个跟我们河南 因为河南也吃面食 朋友们 呃 蒸的那个馒头是吧 就是我们老家说 末 然后 这个有点像 不知道口感怎么样 待会尝一下 这个是牛肉是吗 对 咱们服装房 啊 这个是 红菜汤 这是包装牛肉 哦 您好 我能我能再加一个菜吗 就是有个酸黄瓜是吧 再给我来一份酸黄瓜吧 好吧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叫红菜汤 不知道我能不能吃的罐是吧 我闻着这个味道 嗯 有点别致 然后又要了一个酸黄瓜 然后又要了一个酸黄瓜 待会我们看一下 这个水果沙拉 里边有什么火龙果啊 香蕉 哈蜜瓜是吧 什么还有 圣女果之类的 我们来尝一下 嗯 左手拿操 右手拿擦是吧 猛的还不适应 它这个应该都是成品啊 嗯 这个牛肉吃的 首先是 比较好咬 应该是尝一下它这个味 好 谢谢 这个多给你 嗯 这个多给你 这个多给我 这种味道 估计我也吃不完 这个红菜汤是 嗯 我们尝一下这个汤 这个 说的是 怎么形容的这个味道 这里边是放放什么了 有咖喱 不是咖喱吧 吃不出这个什么味道 嗯 吃一下这个菜 我觉得不要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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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吃个 水果沙拉 是吧 嗯 可能我吃西餐是 就是少到我没办法去 怎么说呢 用我的这样的一个品尝的角度去评价它 就是有首歌里边是唱的有是吧 酸黄瓜酸黄瓜贝 什么俄罗骨 俄罗什么就比较多是吧 这都是俄罗斯的吧 我们来尝一下 这个酸黄瓜做的黄瓜不是那种青瓜 它应该是属于那种菜黄瓜 我们叫菜黄瓜 就是比较粗颜色发白的那种 这个口感是不错 开胃菜是吧 我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很多东西呢 没吃过 很多地方没聚过 所以大家说让我品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我只能说 我吃的 就是能吃得住 能吃得惯 至于说是 大家说多好吃呢那种 我可能也说不上来个一二三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酸黄瓜 这个酸黄瓜吃的口感是 我觉得如果说它几个菜一定要排个名次的话 首先这个我比较重义 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开胃菜 不过这个我把它喝完了 然后牛肉可能吃不完了 整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这个酸黄瓜可以体验一下 朋友们真的不错 这个酸黄瓜吃的是真不错 朋友们 我是不怎么喜欢吃酸的 但是吃了这个酸黄瓜 我觉得确实是蛮不错 然后这么多也没点什么 就一个牛肉是吧 我感觉我一个人吃不下了 而且这个面包的三片是吧 我顶多吃一片两片 点的有点多 后边我们看看 接下账是多少钱啊朋友们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消费的一个情况是吧 水果沙拉34 酸黄瓜是20 然后面包半份是4块钱 这个罐焖牛肉比较多是吧 50 然后红菜汤是17 整个我们是消费了125块 这样 我感觉 呃 稀残 就是吃下来这一顿 整体上感觉消费吧 还可以 还可以 然后 这个口感的话 最重要的它是吧 那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大家也是第一次到东北 到这个哈尔滨那边的话 可以考虑到中央大街多逛逛 然后看看选择要吃什么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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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